腾讯体育4月18日是北京时间10月19日,2018-19赛季NBA常规赛将展开第三比赛日的争夺,共安排三场精彩比赛。 胡元将迎来常规赛首秀,对手是开拓者,乐布朗詹姆斯将开几个人NBA生涯的第16个赛季。 此外,76人将回主场对战公牛,热火将挑战其才,以下为19日比赛的前瞻汇总,NBA首战众生向,谁强了谁总了? 全神归位只带战黄8点公牛VST60NBA正视频直播,公牛VST60NBA在主场举手,趁公牛在今下是约加克拉文,并牵下脚巴里炮克,而他们在季前赛拿到二胜三副战绩。 公牛在上赛季只拿到17场胜利,创造了自2003-04赛季以来的最差战绩。 新赛季有望取得战绩上的大提升,不过马尔卡宁英商将缺席前几周比赛,他在上赛季场却能拿到15.2分和7.5个篮板。 公牛在新赛季首场比赛的对手将是76人,76人在赛季节目战中以87-105输给了凯尔特人,乔尔恩比德凯下23分是个篮板,本心蒙斯则拿到19分15个篮板和8次助攻,不过进入首发阵容的傅尔茨表现不佳,似乎人类找到节奏。 76人主帅布伦特·布朗还在观察傅尔茨首发的效果,还会给去年撞秀机会,而在新赛季常规赛主场首秀中,76人能拿到赛季首胜吗? 8点热火VS奇才会,云独享NBA正视频直播热火VS奇才会员人向热火将非克北作战,他们在赛季首战以101-104输给了魔术,为得替补登场手感平平。 全场吃三投进三周,另外个篮德拉继奇得到26分,哈桑怀克赛得拿到12分18个篮板,约时理查德森已有21分入仗,热火将在19日课场挑战奇才。 其他倾向引进德怀克霍华德,再加上双枪沃尔和比尔,他们先赛季的实力也不容小觑。 不过霍华德因为被伤,并未在季前赛中登场,如今已经回归训练。 但能否出席19日的比赛,需要等到赛前才能决定,如果霍华德能够登场,他与怀特赛得将在内线展开对话。 10.30分胡人VS开拓者会员独享,NBA正视频直播,胡人VS开拓者张黄能否拿到开门红,胡人要迎来场规赛收场比赛了,将富波特兰挑战开拓者。 此间军团亲吓引进勒布朗·詹姆斯,并且引进拉姐朗多·加马尔麦基,士蒂芬森等老将,再加上年轻的英格拉姆、库斯马等球员,胡人先赛季将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球队。 胡人在季前赛拿到三胜二复战绩,詹姆斯并未使尽全力,只是小事牛刀。 在常规赛征程中,詹姆斯的出场时间将会更多,但不会像上赛季那样场均打36.9分钟,而胡人的表现值得关注。 开拓者的核心还是购场双强达米阿利拉德和CJ麦·克勒姆,就后场配置来说,开拓者似乎还有一定的优势,但他们如何防守詹姆斯,会是一大看点。 自2014年3月以来,开拓者保持着对于胡人的15连胜,其中逐场保持对胡人的7连胜,哈克利斯因欣赏缺席那全部季前赛,他也将缺席19日的比赛,得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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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